女人闯进杨子房间 对方衣衫不整神色慌张 而屏风出露出少女的裙摆 她一眼便明白发生了什么 可当看清少女的脸 女人狠狠给了杨子一巴掌 大阪邮铺封倒屋的女主人阿吉 以前曾在另一家邮铺和内屋工作 并担任邮铺老板次子与宾卫的如母 四年前与宾卫父亲去世 母亲后来和当时的店员结婚 才将邮铺给经营下去 与宾卫则因没有人约束 如今是越来越有手好闲 继父才将阿吉请来 希望能替他管教与宾卫 阿吉自己有家庭以及两个孩子 但对于与宾卫有特别的感情 便答应了下来 丈夫却十分的不满 毕竟与宾卫以及长大成人 难免会引起风言风语 阿吉觉得那不过是个孩子 自己给他还换过尿不吗 Shorts时常有限 订阅我 不迷路 评论区至顶链接观看完整版